在画面上可以看到呢 因为台东连日大雨出现的滚滚洪水 而土石也因为松动 而你可以看到呢 画面上这个戴着帽子的比丘尼 是全身淋湿 而他的车子呢 就已经受困在泥泞之中 我们来听听稍早的访问 一下来就车子就停摆了 对 你们几个人啊 现在啊 上面还有三位 两个师傅一个 一个美国来的居士来 那我们据比丘尼说呢 他们一行人还有三个人 是受困在山中 而另外也有民众呢 因为车子已经开不动了 而整个他就冒着大雨 涉水行走在道路上 而气象局呢 持续对宜兰花莲台东 恒春半岛等地区 发布了豪雨特报 而台东地区也针对于豪雨的灾情呢 成立了灾害应变中心 而提醒民众 如果在进入山区之前 一定要特别注意 特别小心 以上是最新情况